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埔的三门仔 那这里呢 海天一色风景二人 还有一字多 还有听说很好吃的车底面 好 大家知道香港本身也是一个渔村 来到三门仔 最重要是来三门仔的时间龙 他轻轻又说了三门仔的历史 以前的东西 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禁止了 多水啦 多水啦 好 真是 哇 这真是石沉大海 我免得看了 对啊 给观众看到的人觉得反胃 不过都照给他看 我看不到 咦 林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免得看不到 我免得看不到 你免得看不到 对啊 看看吧 真的啊 你是不是可以蹲下了 我要摸泡 你自己免得看 哇 这些啊 好有趣啊 这些啊 好有趣啊 有点啊 十元两啊 大哥 好啊 好啊 那里面 我用蝙蝶走 是不是真的在捣的 我用蝙蝶走 我用蝙蝶走 真的只是用蝙蝶走 蝙蝶走 你刚刚掉了下去 你刚刚掉了下去 好丑样啊 在哪里啊 我先把蝙蝶走 喂 喂 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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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挣扎啊 你会痛的 挣扎啊 要拿捞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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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了 来我拍照 这样好吗 我帮你補飞 是否经常有些客人要求 你被一条道具鱼 钓上来的 好啊 今天就好了 哈哈 平时收开一条鱼 都是最多的 哇 这么便宜啊 蝙蝶 听说你今天钓了一条烏头 哦 扮钓鱼 其实呢 我觉得香港的文化很流行 出鱼牌 扮钓鱼 打架 其实在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地方都很流行 有一样东西 就是生态旅游 这一样东西 就是给一些人去放松自己的 身心灵 而生态旅游 在香港呢 其实比较少会上鱼 因为很多人是不懂得找个渠道 怎样上鱼 记住找做什么鱼 那这边除了钓鱼之外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过来亲子 带着小朋友来 看看钓鱼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嗯 第二 认识一下大自然 第三样东西 其实有很多人会来这里 很多黑天窝门开的东西 在这里搞慶生 哦 不得了 因为这里都有到 其实飞龙华这里还在这里 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我刚刚也不少冥想了一阵 舒服 爽快 是否觉得自己年轻的几年 立即清洗世俗的污位 哈哈哈哈 不是的 其实冥想 我觉得呢 刚刚说过一句 石屎森林 天天就这样被人摘着摘着 你真的摘不到自己 有时候 现在的社会更负面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用的 我也明白的 其实我身边也认识很多精神病患者 包括大春 等等 我也明白你的感受 不如叫他在这里 试试在这里零收回一个月 可能他又会更好 哈哈 大春 听到吗 听到吗 大春 听到吗 感谢观看